作词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作词 刘雨昕 这里头我们几个 我是老大 我说我们这几个里头 我是老大 你们是老大 他老大 我老二 你老三 你说老虎 老虎 老虎 你86岁 你老大 你老大 你老虎 你最年轻 你看我最年轻 看我最年轻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你要玩了吧 搞活动啊 搞什么活动讲吧 那我就简单讲讲吧 我叫丁雪前 是一名即将毕业的 林林后大学生 我的专业是老年服务与管理 这是我第一次实习 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我实习的这家卫老服务中心在学会区的一个老社区里面 早上8点30 小区里的居民都出门上班了 这时我的好朋友们也陆续到了 张奶奶总是第一个的 张奶奶总是第一个的 你好 丁老师 张奶奶以前是幼儿园老师 说起话来总是柔声细语的 让人觉得很亲切 你冷不冷 你今天穿几个裤子 牛老师 新朋友 这是牛老师 退休前在新疆当老师 是个特别热情的奶奶 你带早上的话去帮忙 帽子 你好 朋友多 他和张楠的关系特别好 两个人是聊天搭子 你常常在这里来 身体健康吗 不好 我身体不好 慢慢来 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在从农场来的 新疆农场 大哥的 毒死了 女生要百克万 女生长了身影要百克万 爸爸当兵,爸爸当兵他们几百万大人都到了新疆,分成十个十,一下车都下来下来,房子在哪里,大个地方,什么都不找,潮汽很烈,苦死了,整个人。 我每天的KPI就是让奶奶们开心,这里的每个奶奶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张奶奶喜欢听邓丽君,有老师更愿意下棋,我呢,除了头去所好,也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主打的就是一个年轻。 我等会儿带你们玩一个游戏,好吧,我给你们一人发一张小卡片,这游戏呢,名叫做谁是卧底,这是我们年轻人玩的,我教你们玩一玩,我们可能玩不来。 你真的七十几,七十五,八十五,你胡说八道,七十五。 给身份证给他看,这里面呢,写了两个不同的词语,等会儿我们先试玩一把,我教你们玩。 哦呦,小青姐玩了,教我们玩的,我们,我们,我们都是,现在我们都是朋友要玩的都一样,拿一个纸,拿一个纸,别给他们看到写的什么了,别念出来哦,从彤彤的开始说,这个我念开始说,只能形容它。 嗯,跟他说,不能动动啊,太难了,这全都开始笔画上了,我决定下次教奶奶用完,你来笔画,我来猜。 什么,什么,你们俩不能看啊,好,可以啊,投票,来,投票,这里一票。 我总觉得这里像个幼儿园,老小孩,老小孩,说的真没错,我们这儿的作戏也跟幼儿园很像,都是早上来,下午回。 走,好好一点啊。 还一起吧,还一起吧。 每天,其他奶奶回家了,张奶奶就开始有点焦虑了,这个时候,我总要变着乏地转移她的注意力,跟她拉家长,安抚她的情绪。 等会儿肯定有人过来接你来了。 今天就没有人过去。 有。 我跟你回家。 没人接你,我就跟你回家。 好吧。 我都没骗过你吧。 我不是说你骗我。 你怎么会骗我, 我就是好不容易吗? 你怎么会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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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我选择这个专业只是为了好找工作,好赚钱。 但是在这里,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我觉得奶奶们也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去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的体验。 裹教组。 我看看你们谁厉害。 累了没。 还准备了。。。 hoc我一身。 豁是解决。 谢谢,走一走。 这儿叫我看脑子健康人吗? 脑子快, 快 手也快 挂一挂 把帘子拉上可以休息了 那年轻的时候很像的 不要生气 不能让太久了 又要好吗 妈妈 还有包子吗 我记住了 休息了 我把灯关上了 要找个好老公 要找个好老公 老公能够关心你 真的 都是开玩笑的 眼睛开亮点 眼睛开亮点 奶奶们总是给我传说各种人生经验 我总觉得我比童年人起码少走二三十年的弯路 好了 这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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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会有很多人过来 对 你不用害怕的 就是 就叫我 你就叫我 对对对对 你到时候看到人多了也没关系 对对对对 是 二次的海伯病 那它比较明显的症状 就是短期记忆的缺失 就是 经常找不到东西 然后吃了饭也会忘记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定位和判断力的缺失 好吃吗 好吃 我小时候还没吃过这个东西 我和我爸爸他们当兵 随着陶思越 几百万大军一下进到新疆 我妈说在哪里住呀 就在这个地方住呀大哥别 打这个一个帐篷 里头住三家人 那是露眼 那想一想起来掉眼泪 我妈他们也没吃过这个呀 不要哭呀 随老师下棋了 我们走五子棋了 好不好 想起来可以是一个人光 想起来老周末是苦的 我们冷冷都苦的 那这几十万年还不苦啊 我们走一走 我们出去走一天好了 我妈妈 你先不说的 这段小时候的经历 总被刘老师反复提起 但刘老师心脏不好 最忌讳的就是情绪起伏 所以我每次只能想尽办法 去转移她的注意力 你不能这么情绪起起伏伏呀 等会儿你心脏痛了 是吧 嗯 我早上坐这个过来上班的 你在哪里 我在中山公园 你到我那儿住吗 我一个人 我下班回去还要上班 我要去那边 我那边还有工作 你在两分钱 工资太低了呀 我现在还是学生 下午好 我们今天呢 做一个主题活动 西洋彩妆秀 跟奶奶们接触后 我发现她们也很暧昧 平时如果我化了妆上班 她们就会很惊奇 所以我打算给她们也变得样 我说一上一次没打不可 嗯 哎呀呀 哎呀呀 她的小弟 年轻的时候 人模人样 老了很正常 老了不一样 那边又会经的 不是人经的 她又是 更充满 年轻了好几岁 年轻了好几岁 现在看得像多少岁 现在看得像多少岁 现在看得像 也有 也有四十岁 四十岁 四十岁 其实今天是我在这里实习的最后一天 我并没有告诉奶奶们 毕竟离别还是蛮伤感的 人生海海 我和奶奶们有幸相遇 彼此温暖 我已经很开心了 给我传授经验 不是经验 提醒你 提醒我 我把它寄到心里面 你是我的好朋友 也因为这段时期经历 我觉得我选对了专业 我会一直干下去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